今天看了巴斯奎特在洛杉矶的沉浸式展览之后呢 我顿时明白了 为什么这位美国当代艺术史上最著名的涂鸦艺术家 能一直被后人模仿 但是却从来没有被后人超越的原因 巴斯奎特这个人呢 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家 巴斯奎特呢 出生在1960年 在美国的60年代和70年代 是黑人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阶段 黑人在那个时候开始去产生自己的文化认同 巴斯奎特呢 成长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阶段下 他在17岁就已经受到这个艺术界的关注成名了 不缺钱出入各种高档的场所 但是他仍然深深地感受到来自社会对他的鄙视 有一次他从一个非常高档的酒店里走出来 他当时穿了雪白的衬衫 外面是山本药丝的西装 头上戴着礼帽 到了酒店门口之后呢 他本来是想叫一个出租车 但是没有一辆车停下来愿意拉他 回到家以后他放生痛苦 当一个人已经寄身到上流阶层 但他所处的种族或者国家 却还在底层挣扎的时候 这种巨大的冲击呢 其实会让人产生一种对自我身份认知的困惑 我到底算是上层人还是底层人 正是由于巴斯奎特进入了上流社会 所以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 这种身份上的撕裂和落差感 他不要当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因为他知道皮脂不存 毛浆烟腐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作品 你能够看到他的所有的这种笔触构图 都是他内心一瞬间的那种情绪 挣扎的一种体现 他的笔触非常有力 整个的作品还有一种明显的灼劲 它是文字 符号 涂鸦相结合在一起 有时候你感觉到 他写了很多像类似日记一样的东西 所有的这些作品 其实是他所有经历这些事情的体现 那么换言之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平和的年代 物质富足 环境和谐 在这样环境下的艺术家 去模仿巴斯奎特的作品 他怎么可能学到他的风骨 怎么可能会有他的精髓呢 永远只是东施小品 永远的只是一种模仿 不能承之为一种风格 我是Cindy 在洛杉矶带你发现艺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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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